主料,棉花糖150克,辅量,奶粉50克,花生70克,万月梅干30克,水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棉花糖和少量的水倒入容器中隔水加热至融化,花生和万月梅干切碎,奶粉倒入融化和棉花糖中,跨速拌匀,再将步骤而倒入拔匀,彻底拔匀之后倒在硅胶垫上, 用擀面杖擀薄线,在微温时切块,然后融成小球状微温时,是软的,好操作,烹饪技巧,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材料,当棉花糖融化之后,所有操作动作要快,因为现在天气较冷,棉花糖会变硬不好操作,如果真的变硬了,就再次加热至棉花糖变软即可,切块的时候也是在微温的状态下进行, 好操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